游鹅 洛宾王 鹅鹅鹅 趋向向天歌 白毛浮绿水 红掌拨青拨 这首诗相传是洛宾王七岁时所作 鹅鹅鹅 趋向向天歌 这句诗描写了一群鹅 扭动着长脖子 嘎嘎嘎地朝天唱着歌 白毛浮绿水 这句诗的意思是 洁白的身体在绿水中浮游着 红掌拨青拨 这句诗的意思是 它们鲜红的指掌滑动着 弄皱了青青的水拨 永鹅 洛宾王 鹅鹅鹅鹅 趋向向天歌 白毛浮绿水 红掌拨青拨 春晨 孟浩涯 春眠不觉晓 处处闻蹄鸟 夜来风雨声 花落之多少 这首诗抒发了诗人热爱生活 热爱美好事物的感情 春眠不觉晓 意思是春天的早晨到处一派生机 处处闻体鸟 鸟儿的歌唱把人从沉睡中唤醒 夜来风雨声 意思是朦胧之中记起昨天晚上的风声雨声 花落之多少 不知道又有多少花儿被打落了 春宵 孟浩然 春眠不觉晓 处处闻体鸟 夜来风雨声 花落之多少 寻淫者不遇 夹岛 松下问童子 言诗采要去 只在此山中 云深不知处 这首诗是描写诗人寻访隐士的情景 松下问童子 就是说诗人在松树下找到了隐士的徒弟 言诗采要去 就是说徒弟说师父找药去了 只在此山中 意思是说师父就在这座山中 云深不知处 这句诗是说 但是山高雾浓 不知道他在哪里 寻淫者不遇 寻淫者不遇 夹岛 松下问童子 言诗采要去 只在此山中 云深不知处 登冠雀楼 王之焕 白日一山尽 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首流传千古的佳作 白日一山尽 这句诗是说 夕阳慢慢地落到大山的背后 黄河入海流 这句诗的意思是 黄河水滚滚地奔向大海 欲穷千里目 这句诗是说 如果你想要看到 很远很远的地方 更上一层楼 这句诗是说 那就得再登上一层楼 因为只有站得高 才能看得远 灯冠雀楼 王之焕 白日一山尽 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夜宿山寺 历白 微楼高百尺 首可摘星辰 不敢高声雨 恐惊天上人 微楼高百尺 这句诗的意思是 山上寺庙的楼房 可高了 首可摘星辰 这句诗的意思是 这些楼房的高度 以至于就像人在上面 可以伸手就摘到天上的星星一样 不敢高声雨 这句诗是说 在这样的寺庙顶上 我不敢高声说话 恐惊天上人 这句诗的意思是 因为这样做了 恐怕要惊动天上的神仙 夜宿山寺 历白 微楼高百尺 首可摘星辰 不敢高声雨 恐惊天上人 闭农 历深 除何日当午 旱滴河下土 谁知盘中餐 历历皆辛苦 这首诗告诉我们 粮食来之不易 除何日当午 这句诗的意思是 炎热的夏天 烈日头顶照 农人还在田里除草 汉滴河下土 这句诗是说 它的汉珠 一颗接一颗地落下来 滴在河苗下的泥土里 谁知盘中餐 这句诗的意思是 可是又有谁知道 餐桌上的饭 粒粒皆辛苦 这句诗的意思是 一粒一粒都浸透着 劳动人民的汗水呢 闽农农 离生 除何日当午 汉滴河下土 谁知盘中餐 历历皆辛苦 江雪 柳宗园 千山鸟飞绝 万静人踪灭 乌州苏立翁 独吊寒江雪 这首诗表达了作者 被贬之后傲然不屈的心境 千山鸟飞绝 千山鸟飞绝 这句诗的意思是 万山寂静 没有一只鸟 万静人踪灭 这句诗是说 道路上行人的脚印 让大雪给覆盖了 乌州苏立翁 这句诗是说 有一个头戴斗笠 身披缩衣的鱼翁 独钓寒江雪 这句诗是说 这位老翁 驾着一只小船 还在漫天大雪的寒江上钓鱼 江雪 柳宗园 千山鸟飞绝 万静人踪灭 乌州苏立翁 独吊寒江雪 永残 蒋仪宫 辛勤得减 不盈眶 灯下骚思 恨更长 着处不知 来处苦 但贪衣上 嗅鸳鸯 这首诗反映了 封建社会的不平等 辛勤得减 不盈眶 这句诗的意思是 辛辛苦苦的养残 可收获的残思 却不满一筐 灯下骚思 恨更长 这句诗的意思是 灯下骚思 但是愤恨 比这残思还要长 着处不知 来处苦 这句诗的意思是 穿着丝绸的人 不知道养残人的苦处 但贪衣上 嗅鸳鸯 这句诗的意思是 他们只知道 在衣服上 嗅些鸳鸯 永禅 蒋一宫 辛勤得减 不盈眶 灯下骚思 恨更长 着处不知 来处苦 但贪衣上 嗅鸳鸯 江南曲 鱼户 偶像江边 彩白平 环随女伴 赛江神 众中不敢 不敢分明雨 暗至金钱 不远人 这是首 少妇思念丈夫的诗 偶像江边 彩白平 偶尔在江边 彩白平 环随女伴 赛江神 这首诗的意思是 看着女伴 去赛江神 她也跟着去了 人们求神降福 众中不敢分明雨 意思是 这位少妇 不敢在大家面前 说出心事 暗至金钱 补远人 这句诗的意思是 于是在家里 无人的时候 抛至金钱 占卜远在他乡的 丈夫的消息 江南曲 渔户 偶像江边 彩白平 环随女伴 赛江神 众中不敢分明雨 暗至金钱 不远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